他是娱乐摔角最恐怖的男人 WWE世界重量级冠军 也是第一位快驾到UFC 并成为重量级冠军的人形野兽 布罗克·莱斯娜 即便是这样的狠角色 来到UFC的第一场比赛 在拿到优势的情况下 却被对手上演了逆风翻盘 用一招残酷的降伏剂 险些掰断了野兽的脚踝 八角铁龙变幻多端 只要铃声没有响起 你就永远不知道最后的结局 没拳 没腿 每一次受伤 每一次调整 都会直接影响比赛的结果 惊天大逆转 这是拳迷最惊心动魄的瞬间 明明拳手已经被打得快要报废 却在最后的时刻扭转乾坤 还有什么比得更振奋人心呢 今天的这期影片 我们将带你回顾 格斗力台那些扣人心弦的逆风局翻盘 点时刻吧 我们先从PAT8里说起 现如今提到巴黎 想到玫瑰罗斯 每当罗斯参加比赛时 总有一个大眼壮汉站在角落 罗斯赢了他就笑 罗斯输了他就哭 每当罗斯赢下了比赛 他总是会第一个冲上擂胎 没错 他就是罗斯的老公 但很多人却忘记了 曾经的PAT8里 也是一员猛将 21岁开始练习武术 也是UFC重量级当中 为数不多的散打剑将 而他的对手孔格 从5岁开始练习武术 剑道和空手道 19岁练习拳击 泰拳 摔跤和萨瓦特 23岁又前往马来西亚 学习了马来拳 不仅是一位极大成的老将 还是踢拳和综合格斗的双修选手 踢拳战绩 21胜2负 综合格斗战绩 31胜12负 这是一场 让人热血沸腾的经典对决 两位主角也并非顶留了大牌明星 更没有任何的冠军腰带作为奖励 就是凭借着惊贴逆转 载入到UFC的史册 这就是巴黎和孔格的史诗般对决 让我们进入比赛 黑 威 购 比赛一开始 帕特率先出手 看准时机的前手摆拳 直接打了孔格是连滚带爬 帕特没有任何的犹豫 果断选择了乘胜追击 一阵狂风暴雨的猛烈输出 让所有人都认为 比赛也即将到此为止 不断的顽强挣扎过后 就奇迹般的站了起来 可是下一秒 又被帕特的右手拳呼翻在地 气氛已经轰托到这里 帕特不赢天理难容 但就在孔格起身之后 帕特本能的选择了追杀 可还没有来了急出拳 就被孔格快准了拳头 直接干翻 极限扭转惊天大翻盘 上一秒的帕特有多顺 下一秒的帕特就有多惨 或许帕特做梦都不会明白 自己十多拳的狂轰乱炸 怎么就抵不过对手 轻描淡写了两拳 反转之快 倍奏之惨 恐怕电影剧本都不敢这样写 最终帕特是一脸懵逼的 输掉了比赛 第二位咱们必须给到马特修斯 当年就是凭借着这场比赛 马特修斯直接被送进了名人堂 他不仅是前次中两级的冠军 也是UFC历史上 第一位终结战神GSP的男人 BJ佩恩 罗伊斯格雷西 这些冠军级别的超级boss 也都曾被马特修斯牢牢的拿捏 曾经在综合格斗最高纪录 保持着12场连胜的不败神话 而他的对手弗兰克·特里格 曾经凭借着一条柔道黑带 正式走进了综合格斗世界 以WFA次中冠军的身份 转战到UFC赛事 来这里的第一场比赛 就遇到了冠军马特修斯 不同赛事的冠军碰撞 自然是UFC的更胜一筹 而今天的这场比赛 也是双方选手的二番战 弗兰克将再次挑战冠军 来为当年的失败一血前耻 比赛开始 弗兰克就把马特修斯带到龙边 随后就是一击撞膝 撞到马特修斯是鸡飞蛋打 马特修斯也开启了逃亡模式 但是裁判这边却好像没有看到 弗兰克是一路火花带闪电 连续的追击拳不断的迎面袭来 砸的马特修斯是直接摊坐在地上 一时间也忘记了刚才的掏鸟之痛 弗兰克的手机是夸夸以夸夸 拳头在腰子上也是刷刷以刷刷 接下来弗兰克想要拿背 来给马特修斯最后的致命绞杀 但顽强了马特修斯不停的挣扎 即便是被勒成了这副模样 也丝毫没有想过放弃比赛 随着马特修斯的元气恢复 他也开始盘算着反击对手 顺势一把将对手揽入怀中 一路带到了铁龙另一边 随后就像一个玩具一样 重重的砸在地上 现场的观众 巴佛 甚至是举牌女郎 都为马特修斯的这一动作彻底沸腾 接下来就该轮到马特修斯主宰战场了 只见他左手掐着对手的脖子 右手的拳头不断朝对手砸去 这一刻就像是愤怒的老子 在狠狠教育不听话的逆子 刚才对手打出了所有砸肘 马特修斯也在这一刻加倍奉还 对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刚才你还想用裸脚降服是吗 马特修斯也顺势拿背 把弗兰克刚刚所有的招式 在对手的身上全部演练了一遍 仿佛是在告诉弗兰克 看看 这才是真正的教科书 你刚才的那些都是花里胡哨 最终在第一回合 马特修斯忍着鸡飞蛋打的疼痛 以情人之道还至情人之身 用简单粗暴的背后裸脚 赢下了比赛 年轻的白老板笑开了花 马特修斯也成功未免了冠军头衔 第三场比赛 正是开篇提到过的野兽布洛克 虽然在进入UFC的首秀中 被对手抓到了破绽 逆风翻盘 但是请不要忘记 在布洛克的职业生涯中 也有一场比赛堪称经典 对手叫做肖恩·卡温 曾经是职业摔跤手出身 在大学期间获得了NCA全国冠军 并在八角铁龙中 击败弗兰克米尔获得了临时冠军 在遇到布洛克之前 卡温是佛党杀佛摩来斩摩 保持着12场连胜的不败记录 卡温有一个绝活 就是他的下巴足够坚硬 因此也被评为UFC历史上 最坚挺最难被击倒的真男人 一个是进攻凶猛的野兽 一个是足够坚挺的真男人 这场毛与盾的较量 看看布洛克是如何敲碎盾牌的 比赛开始 布洛克发起了进攻 可就在弯腰了一瞬间 吃到了卡温的迎击拳 被击中后的野兽 也顺势发起了野蛮冲撞 好在这一波交锋有惊无险 接下来野兽再次进攻 卡温在闪躲之后 用连续的突然上钩 穿过了野兽的防守禁区 布洛克被打得是节节败退 面对卡温在龙边的组合拳和大力撞袭 即便是野兽 此刻也只能抱头鼠窜 被按在地上是一通暴揍 曾经的重量级之王是怎么了 想当年在对战兰迪库卓时 那大摆拳都抡出了火星子 如今场外的观众一看 这布洛克基本是告别自行车了 毫无还手之力不说 还被对手打烂了煤弓 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卡温一发接一发的杂拳 明显着笨着摧毁野兽来的 就这样双方一直僵持到回合结束 然而事实证明 首回合为野兽放血 也变相触发了他的嗜血buff 大波是鬼魅一笑走向了战场 第二回合开始 大波没有任何的废话 直接野蛮冲撞扑倒了对手 一边砸拳一边酝酿了降服 最终用一招罕见的强人索南 逆风翻盘降服了对手 要知道卡温在之前的12场比赛 从没有让对手撑过第一回合 然而这次 大波不仅完成了不可能 也顺势打破了卡温的不败金身 但是好景不长 大波在后面的两场比赛 分别输给了凯恩和锤子 这也成为大波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舞 第四场比赛 来自瑞典的武士 古拉姆 扩塔塔拉泽 对战白毛军团的 阿尔维斯布伦娜 这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 布伦娜白发进去 红发出来 熬战不退的精神 也征服了当晚所有的观众 他现在就很难了 他现在应该是有点放弃了 放开了 哎呦 砸走 布伦娜卡 哇 一直在 哇 防砸走非常差 虽然双方的名气不够大 但我认为这是2023年 最精彩 最逆风 最完美的翻盘 永不放弃 就是白毛军团的战斗信条 最后一场比赛 我想用它来纪念曾经的叶魔 尽管现在的叶师傅 已经沦为新人上位的经验包 但当年的叶师傅究竟有多强 或许只有通过这场比赛来告诉你 2016年7月 叶魔遇到了新人王瓦纳塔 他以九战全胜的战绩 对上了六场连胜的托尼福克森 跌宕起伏了比赛过程 也让现场观众的心 全部提到了嗓子眼 最终这位不败的新人王 却成了叶师傅的背景版 走回要开始没多久 瓦纳塔华丽的转身过后 打出了一击漂亮的转身边拳 这一击也敲了叶师傅是脚下半算 随后叶魔在后撤的过程中 打出一套连续的组合拳 但都被瓦纳塔的摇闪全部躲掉 不得不说 瓦纳塔也是个浪催子 比赛的时候双手下锤 也完全没有把叶魔放在眼里 这是对自己防守的绝对自信 这是瓦纳塔来到UFC的首战 要么一战成名 要么一败涂地 很明显 他想要以独特的方式赢下比赛 走回要快要结束时 叶魔提出离记中段扫踢 瓦纳塔顺势接腿之后 用同样的方式以腿还腿 叶魔被踢动之后 直接趴在了地上 瓦纳塔展开了一波猛扑 打了叶魔是摇摇欲坠 叶魔一度处于被KO的边缘 又这一套追杀补刀 把叶魔打的是晕头转向 难道叶师傅的连胜记录 将会在本场比赛惨遭终结吗 好在叶魔在地面及时空腿 才避免了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来到第二回合 叶魔才开始逐渐的发力 频频命中了诡异组合拳 终于是打烂了对手的眼角 嗜血疯狂的叶魔 是一路小跑紧跟着猎物 最终在对手下潜摇闪时 单臂锁猴拿到了把位 在确定已经锁死之后 叶魔身体下拉来到了地面 随后轻轻一躺 完成了降伏 从刚开始的摇摇欲坠 到嗜血后的触发开关 再到最后完成了打四角降伏 叶师傅一步步从逆境中走了出来 上演了一场反败为胜的逆风翻盘 只可惜现在的叶师傅 很难的打出如此精彩的表现了 以上了五场大逆转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逆风翻盘向阳而生 这句话听起来容易 但却是对选手心理素质的极大考验 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 他们依旧坚守住了自己心中的求胜欲 因为他们始终相信着自己 一切皆有可能 好了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也欢迎在留言区 聊聊你心中的翻盘大战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